一头金黄色的长发,清澈的蓝眼睛,始终带着荷尔蒙爆棚的迷人微笑,尚无数女孩为之倾心,全世界最性感的男人之一,布拉德·皮特。 今年已经55岁的皮特,曾经两次登上过时尚杂志品选的,最有魅力男星的榜首,他塑造了无数经典荫幕角色,是文明全球的好莱坞男星,除了事业上的闪光点,布拉德·皮特更是文明于他的风流。 这一点,真是跟小李自有的一听啊,俗话说,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,离不开一个伟大的女人,更何况皮特的背后有这么多女人,最近,布拉德·皮特因为他的女人们,在互联网上被疯狂报道,事情的起因,是一个来自纽约的摄影师Sara McGonagall, 在网上PO出了一张旧报纸,这张看似毫无特别之处的报纸,竟隐藏着皮特感情史上的大秘密,这位风流倜傥的美男,非常喜欢迎合女友的审美,跟谁谈恋爱,就长得像谁,是的,就像变色龙一样,布拉德·皮特,一个热衷于Cosplay女友的男人,毕竟是旷世美男子,皮特生性风流,年轻时交过无数女友, 但最出名的有三段恋情,第一段就是1994到1997年间,他在出演七宗岁,时和达当格温尼斯帕特洛的高调恋情,皮特当时跟这位女友如交刺期,在他首次夺得金球奖最佳电影《男配者》以及奥斯卡最佳男配者提名时,他还隔空是爱,格温尼斯,我的天使,我生命中的爱, 跟格温尼斯拍拖的那段时间,皮特特地将头发染成跟爱人一样的金色,穿衣风格也跟女友极相,堪称当时情侣装的典范,啊,他们一起出席活动式的照片,相似的服侍他配,外形和表情,真的超级像有目有,可惜,两人订婚后没多久,皮特就被格温尼斯甩了, 第二段极为重要的感情,发生在皮特34岁的时候,那时,他遇到了饰演老友记里瑞秋的詹尼弗,阿尼斯顿,当时瑞秋红透全美,男人幻想将他娶回家,女人幻想和他做朋友,他感性美丽,独立自主,永远心态恶观地面对一切,皮特说, 当我的生活和真前怜在一起是我看见了亮光,他教会了我如何更好的生活,2000年他们结婚,婚礼惊动整个好莱坞,百个娱乐圈的人都来参加,是真正的世纪婚礼,也是好莱坞金童玉女版本的爱情童话,当然,皮特的风格和气质,再一次随着爱情改变了,安尼斯顿的发色是金中的黑的颜色, 皮特的也一样,两人在公共场合的照片,穿衣风格也几乎都一样,两人看起来简洁像失散多年的亲生兄妹,对于cosplay伴侣这件事上,皮特真的很执着啊,不过,这段感情也没有长久,五年后,皮特与阿尼斯顿离婚了,因为他遇上了另一个让自己深爱的女人,阿吉利娜朱莉,皮特和朱莉相遇,在片场, 一部史密斯夫妇的浪漫爱情喜剧,让所有人认识了这对全世界最性感的夫妇,激情从戏内延伸到戏外, 布拉德皮特说,我从没有见过他这样的女人,朱莉身材火烂,眼神美惑,如一朵危险的黑色樱树花,散发着迷人的蛊惑力, 把皮特尼的神魂颠倒,虽然背负着小三的骂名,但是两人还是相爱如初,朱莉还为皮特生下三个美丽可爱的孩子, 情指申,爱之贴,看看皮特的装扮,就知道他有多爱朱莉了,无论是被偷拍,还是共同出席活动,两个人简直是一毛一样,也是没C了。 不过,这段电影般轰轰烈烈,的感情最终也没能善终,2016年9月20号,安吉丽娜朱莉向布拉德皮特,提出问离婚申请,两个人在婚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,最终决定分道扬镳, 在这三段最重要的感情经历中,如果说布拉德皮特,和深爱的女人们打扮相似,是因为爱意,那其他的短暂恋情,就能说明他的变色龙本质了。 而且小兵还发现,这个特殊的技能,从皮特还是一个十四岁矛头小子,的时候就开始了,皮特真的实力演技,爱上你后,我就变成了你。 而且,还有外国王又发现,他这变色龙的能力,可不仅仅局限在女友上,你看他跟男生演示,真是绝了。